华尔街日报发布了美联储这边最新的调查报告 说美国现在有快60%的家庭在炒股 拥有股票的美国人的比例从未有如此之高 让我们这边还是比较羡慕的 看看文章说是什么原因可以学一下 首先当然是因为美股 尤其是美股的大盘的指数 有长期的挣钱的效益 长期看基本上都是涨的 这里核心原因倒不是因为他们经济有多好 美国经济是不错 但是过去几十年并没有我们的增长高 指数涨得好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指数的编制好 他不停的把好公司给加进来 把调队的公司给踢出去 相当于主动帮大家过滤公司了 大家只要买指数就好了 实际上大部分股民的钱也都是买指数的 指数一涨 家庭资产也就升值了 又有更多的钱投入了股市 形成了一个良性的正循环多好 其次美国家庭买股票的钱大头是哪里 是401k等养老金退休金里面的钱 美国是允许个人去配置养老金里面的钱买什么股票或者基金 这也非常好 我在美国工作过也是有养老金账号的 里面我就自己全部就都配了拉斯达克100的指数 到目前为止表现就非常好 指数有了挣钱的效益 养老金这种长线的资金可以入市 还可以让个人自己配置 这样一代代的投资人就变得越来越成熟 所以到了最后 美国家庭对持有股票或者风险资产 就变得比保守的我们更加激进 大概有40%的美国人的金融资产都是股票资产 全世界最高 而且财富越多的人 持有的股票的比例也就越高 有一个明显的造福的效益 大家当然就趋之若鹜了 加上这几年的疫情 美国政府的放水的收入 又是直接发钱到居民和私企的手中 大家手上钱多了 自然就继续入市 加上股市又争气 涨得还不错 很多据上还流行不收交易费了 自然拥有股票的美国人的比例 也就到了历史的新高了